大家好,我是田勇,咱们田勇说科医,接着说,第371起,如图所示,这种情况,只要后方对向无来车可以掉头,那咱看这个图中,是黄色的虚线,黄色的虚线的话,那可以是跨过,可以是超越,可以是掉头,然后这里面呢,又没有说禁止掉头啊,或者禁止左转弯的标志,而且题目也说了,只要后方对向无来车可以掉头,所以这是, 对的,如果这条线是黄色的实线,那就不行了,如果是,前面有一个标志,说禁止左转,或者禁止掉头,那也不行 交通肇事,自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除药责任,并具有下列哪种行为的,构成交通肇事罪 那前面已经说了是事故,而且比较严重,还有责任 看看下面的这几项,A,酒后吸食毒品,驾驶机动车,那一看,这项就很严重了 构成犯罪,这是绰绰有余的 然后B,为报警,没那么严重,为代驾证,那也不是那么严重 为抢救受伤人员,这可能也不专业,但是如果酒后,或者 就是酒驾,或者毒驾,那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 你相当于是,有犯罪的嫌疑 酒驾,毒驾,上路,这就已经是严重的违法了 373,当你即将通过雕杀路口的时候,才意识到要左转,而不是向前 那也就是说,你马上就要过去了 甚至说,车已经通过人员横道了 你才想到,我应该是左转,而不是向前 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肯定了,那你还得接着向前呢 你换下一个路口吧 所以是,继续向前行驶 374,如图所示,在同向三车道高速公路上行车 车速每小时115公里,应该在哪条车道呢 这115公里,立120公里就没差多少了 它肯定是在最左边,最左边这属于快车道 而且,这里图上也有标示了 最左边是120,最低是100,那150公里在这中间 好,所以是最左侧车道 375,驾驶机动车变更车道 为什么要提前开启转向灯 我在安全驾驶的训练营里,这个 就说 你变更车道,必须要通知后车 有时候不仅仅是后车,还有是旁边的车 比方说,你打开后转向灯了 这时候可能会有车明喇叭 虽然你在左边的后视镜里没看到 但是,有喇叭从左边传过来 为什么呢? 左边后视镜也有一个盲区 如果咱们直接就变过去了,很有可能就把左边的车给撞上了 但是你打灯的话 左边的车会看,哎呀,发现你这亮灯了 你竟然没有发现我 他会按一下喇叭提醒 同样,也有可能 你往右变更车道 因为右边有个盲区 你没有看到 然后你一打灯呢 右边的车会按喇叭提醒你了 所以在变更车道这块 咱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就是快速的转向头 你要往左变车道 就快速往左转看一下 这个提前开启转向灯 那就是为了提醒什么? 提醒其他车辆 说我要变更车道了 376,如图所示 在高速公路同向两车道机动车 左车道行驶 保持什么车速 高速上,左车道 那左车道最低的速度是多少? 最低速度是100,这个咱们记住就可以了 如图所示 铁路道口禁止掉头的原因是什么? 现在大家 还没有开车经历 还不能开车上铁路道口 但是以后你们就会发现了 铁路道口 这肯定是路面不平等 而且很多时候这种铁路道口 也是比较窄的 你要在这里掉头 你不仅让后面的车不容易过去 也容易让对面的车不容易过去 而且掉头也比较费劲 但是最危险的 还是什么呢? 如果这时候 比方说这个车 这条道 是属于无人看守的 那可能来了火车 你都不知道 或者火车来的比较快 杀猪也来不及了 这就是比较危险的 容易引起事故 所以这是A 378 如图所示 在这种条件下 通过交叉路口 不得超车的原因是什么? 通过路口不能超车 这是咱们交通法的规定 因为路口 一方面你个前后左右 可能都有车 另外还有人形横道 你在人形横道这也是不能超车的 因为人形横道这边 可能会过来人 由于前车的阻挡 你看不着 你要超车肯定速度快 路口交通情况就是比较复杂 等大家拿到票之后 想安全的开车可以关注 我做的安全驾驶训练营 那里会每天分享一些 事故视频的解析 就一些小的事故案例 比方说发生刮蹭的 还有一些呢 是给机动车行人发生碰撞的 现在来说大家可能觉得刮蹭啊 跟行人或者机动车发生碰撞 这是小事 但是对于每一个发生事故的车主来说 这都是一件大事 尤其碰到机动 飞机动车和行人 特别难处理 假如说 只是跟别的车发生一个小追尾 那种情况还好说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 真是你拿到票之后 真正的挑战才开始 现在这一题你只要背一背就可以了 就可以记住了 但是到那时候 这就没那么简单了 你要想安全的开车 不出事故 那确实需要的功课 远比你在家校里学的多了多了 好 这个咱们说就是路口情况比较复杂 379 如图所示 在这种情况 只要后方没 只要后方没有来车 就可以倒车 那咱看这图中 都有一些什么重要的元素呢 看旁边楼 这属于城区 然后 最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个蓝色的标志 这个标志 说是 什么呢 说是 单行道 这是属于单行道 单行道的话 你是不能倒车的 你在单行道里倒车 那就不相当逆行了 相当于变相的逆行了 所以在这个是错误的 如图所示 在高速公路最左侧车道行驶 想要驶离高速 以下说法正确的是什么 咱们就先想想 如果我在高速最左侧行驶 想要驶离 那得提前变道 而且变道的话 看这里这是三条尺头 那你得逐渐变到 先变到中间 然后在中间走一会儿 接着再变到右边 不要连续变道 高速上不要连续变道 因为高速上 如果你连续变道的话 这个时间 会很长 在这个时间你很容易忽视后方 而后方的来扯也可能会很快的 现在大家应该有一个意识 很多人上路他是不守法的 所以即使现在你懂法 你通过背体了解到很多交通法 但是实际上路的时候 很多人忘记法了 真是有很多杀手级的人物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题就是每次变更一条车道 直到最右侧车道 如同所示 机动车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行道时 要停车让行 是因为行人想有优先的通行权 行人走人行行道 那当然是有优先的通行权了 这不能跟我说啥 而且大家注意啊 人行行道 旁边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停车线 所以你看着有停车线 然后还有行人通行 那就是停车让行 所以正确的 382 如图所示 通过这个标志的路口时 应该减速让行 这个是减速让行的问题吗 大家发现这里有一个标志 是旗上面写的停 这是属于停车让行 是停车让行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的 如图所示 当A车后方有执行任务的救护车使来时 以下做法证据的事 那咱们都知道 如果有自行任务的警车 消防车救护车 或者工程救险车 咱们应该让行 那看下面这几个选项哪个是 靠右减速上路 这是对的 向左转弯上路 你向左转弯肯定不是上路了 你相当于把10车给挡住了 C不必理会 这不用管啊 立即停车上路 这个立即停车上路 咱们看这个有这个必要嘛 实际上这条路的话 足够120开的 但我没必要去停车上路 咱们靠右减速上路 这个就足够了 如果是路比较窄的话 真要再往边上靠靠 如图所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准备进入环形路口 为了保证车后车流的通畅 应加速超越 基本上这种题如果说应加速超越 这个都是错的 那另外咱们分析一下啊 看进入环路 然后红车实际上比咱们要先到了 所以咱们就一次 排在后面进入 如果是有多少车道的话 你当然可以 稍微给它拉开一点距离 进入 所以这条道说应该加速 那这种就是错的 在以下路段不能倒车的是什么 看A交叉路口 这交叉路口 能不能倒车呢 交叉路口不能倒车 咱就想想一个十字路口 大家都在排队的 你喀一下倒车 那是不是 让别人追尾了 这种还是你的责任 或者是 你在等灯 然后后面没有车 你倒车 但倒车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别的车过来 隧道 隧道里一般来比较矮 然后呢也是比较窄 很多都是属于两车道 积少数 车道比较多的啊 所以说多数的车道都是不能 隧道都是不能倒车的 不能倒车不能停车不能逆行不能 越线 这个越不越线的话 大家主要还是看路面上 是不是 实现 三是急弯 在我收集的一些事故视频里面 很多是在急弯发生的情况 就是急弯 你的视线也比较 比较近 你看不到远速的地方 你不知道对面 是不是来车了 来的是什么车 是大车呀 还是小车呀 所以这个急弯 一定要特别小心 而且急弯也不要倒车 也是不能倒车 你后面车轮 跟屁股上来了 你这边倒车 有可能就是 瞅不准就撞上了 总之一句话就是复杂的路段 交叉路口隧道 急弯 这都是复杂的路段 所以以上这几个都是 如图所示 在这种情形下 对方车辆具有先行权 咱们看看咱们 咱们的车 离这个障碍 离这个施工的地方 还有点剧烈 但是对面这个来车 它已经进入障碍区了 所以对面车辆 是有优先的通行权 这是正确 如图所示 在高速公路同方向 三条机动车道 中间车道行驶 车速不得低于多少 这边大家就记一下 如果是三条和三条以上的 那最左侧的最低速度是多少 是110 中间是90 然后在旁边是60 110 90 60 所以 这个应该是 中间车道是90 388题 遇前方路段车道减少 车辆行驶缓慢 为保证道路畅通 应借 对象车道迅速通过 基本上 题目里说 应迅速应加速 你感觉这种题目说是 不让车的 那都是错的 这应该是属于一个 文明题 驾驶文明 389 机动车向左转弯 向左变更车道 驶离停车地点 或者掉头驶 提前开启转向灯 是为了什么 咱们说提前开启转向灯 肯定是为了通知后车 以及旁边的车 这个题目出的有一点问题 他说是提醒后车 答案是提醒后车 实际上不仅仅是后车 又可能是旁边的车 甚至在实际道路中 都有包括提醒对面车辆的意思 但是咱这个考试的话 可以先按照这个答案的语言来说 是提示后车 要向左变更行驶路线 390 如图所示 当车辆驶进这样的路口 咱们开始什么路口呢 即将驶进一个钉子路口 钉子路口这里的标记看不太清楚 但是 是一个警告标志 那这个地方肯定的要减速慢行 防止右侧有车过来 因为视线受阻嘛 咱们不知道右侧会来个车 快速的冲过来呢 还是个行人 还是机动车 甚至说 跑来小动物 这都有可能 以下说法错误了 那咱看看 A 因视线 因视野受阻 应当明喇叭提醒侧方道路来扯 这个是可以的 B 右前方路口视野受阻 如果有突然冲出车辆容易发生事故 对 这也是对的 C 为避免车辆从路口突然冲出引发危险 应当适当的降低车速 这也是对的 D 本车有优先通行权可加速冲过 遇到这个路口不能加速冲过 虽然说咱们有优先通行权 但是 这个优先通行权并不代表说出了事故之后 就没责任 也不代表出了事故之后可以不赔 只是说优先通过 而且这条道口的话 咱们看没有中间的线 按照交互的规定可以在中间行驶 甚至说 后面没有车 对面没有车 咱们可以再稍微偏左一点 为了安全 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包括这里没有禁止明喇叭的标识 也可以明喇叭 在咱们实际道路行驶的话 除非像医院幼儿园 还有养老院 以及一些确实明确的标识 进着明喇叭的地方 很多时候说 能明能不明的 那就是明 对这个题的话就是D 391 超车时应通前车的左侧超越 是因为左侧超车便于观察 有利于安全 对 咱们法律规定是左侧超车 那右侧超车的话 也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法律不允许 而且咱们那个车的话 咱们车司机是属于坐在左边的 如果你要看 右侧超车 朝右边的情况 那就车身偏的比较多 而如果咱们左侧超车 比方说咱们现在正在开车呢 然后前面有一辆大货 挡住了它压车 开的比较慢 咱们想超过去 那就 稍微往左偏一点 脑袋再稍微往左偏一点 车身左偏 脑袋左偏 这样就容易发现 搭货前面的情况 另外呢 我根据对事故分析啊 发现这种情况不仅仅要瞅左边 还要瞅右边 那距离怎么瞅呢 我怕给大家增加难度 所以咱们后续的时候 会在事故分析 那视频里给大家说 现在大家 当然最大的目标就是过科医 就记住一条 左侧超车 OK的 三万九十二 如图所示 在这种情况 通过路口交替使用圆积光灯的目的是什么 咱们可以看一下 没有红绿灯的路口 又是夜晚 那路口 很显然啊 咱们要防止 左右 来车 还防止对面的车 没有发现咱们 对吧 这 这时候使用圆积光灯 主要是一个梯形的作用 照明还是在其次 而且夜晚的时候 尤其是这种没有红绿灯 可能是交通量也比较少 可能很多在这当地住的 但不管是城市啊 还是乡村道啊 附近的居民 他很可能惯性 哎呦 这条路我经常走 走了八十遍了 都没有碰到有车 那可能这次他也不会看 接着就走了 但这时候 如果咱们是交替使用眼镜光 这就会很明显 就像青蛙眼睛一样 青蛙眼睛 他对静的没感觉 但他对动的东西 他是有感觉的 所以这个应该是提醒其他交通参与者 注意来车 393如图所示 在这种情况下 跟车行驶 不能使用远近光的原因是吧 那跟车行驶的话 基本上距离就不会太远 而且这条车道咱们看 是有一条黄线吗 看起来是有 我这里看起来是有黄线啊 不知道是不是我屏幕的 有黄线 有黄线 而且这是城区 城区里有一条黄线 它应该是限速40 那40的话 这个距离跟的可能就三五十米了 甚至是更近 你这么近的距离 如果你要打远光的话 那前车在后车的镜里 白花花的一片 特别黄眼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 在这种跟车情况下 使用远光 而另外一点来说 还跟跟车没有关系的 就是你这时候打远光 对面来车 因为距离比较近嘛 也会让对面 特别黄眼 但题目说的是跟车 不是远光 奔跟车不是远光 肯定是考虑前车 394 交叉路口不得倒车的原因是什么 前面咱们也说过了 这条提案里来是有些重复啊 交通情况复杂 容易造成交通拥堵 堵算 甚至是引发事故 行至慢水路段 应该怎么过 这行至慢水路段 大家记住就行了 肯定不能高速通过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高速通过呢 第一点来说 有一种情况 比方说路边有人啊 你高速通过就把水花 击起来 在车头 击起水花 而咱们的车的进气口呢 又在逃 那就很可能 进气口 把水花吸进发动机 那发动机基本上就废了 所以一定要低速 低速通过 这时候呢 还有种说法 现在就是低速通过 然后踩大一下油门 基本上我是这种方式 低速 但这时候一定不是高档啊 低速低档 低速低档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低档的话 发动机的劲儿比较大 假如说需要 有的地方 因为慢水路嘛 可能有的坑不好过 这时候你 低速 发动机劲儿比较大 就比较容易出来 如果是高速的 高档的话 可能就不容易出来 所以这题是低速 396 在后方无来车的情况下 在隧道中倒车应 靠边行驶 咱们说过了隧道里不能倒车 隧道里本身比较暗 而且在隧道的话 还容易对速度估计 不准 比较容易低估 比方说 你开八十了 你感觉 可能也就四五十 在隧道里是最容易超 最容易超速的 又看不清楚 速度容易飘起来 你在这倒车 很容易就发生交通事故的 很容易就撞上了 397 如图所示 驾驶机动车 遇到这种情况 能够加速通过 是因为 人行横道 没有行人通过 这个题 那就比较简单了 基本上 题目里说要加速通过的 都是错的 然后另外一点 咱们说一点 安全方面的东西 大家可以看 前面有个停止线 如果是有人行人过的话 那你就要停车上行 没有行人过 你得减速啊 398 在超越前车时 提前开启 左转向灯 变换使用元金光 或者明喇叭 是为了什么 你超越前车 开灯 一方面是要提醒前车 如果我要超你了 你别突然变道啊 晚上的话 那使用元金光效果更好 如果是在高速上 那更得使用元金光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因为在高速上 风道比较大 而且很多人可能是 关着窗户的 这时候你明喇叭 根本就听不着 尤其是很多司机 还听着音乐呢 这时候元金光是特别好使的 另外呢 你超越前车 你还要提醒后车 别后车 他现在你不是超车呢 他要超 所以这是提醒后车及前车 超车 需从前车左侧超越以下说法 证据的是什么 对左侧超车 A便于观察有利安全 那是对的 B 右侧为快速车到瞎扯 这是左侧快速车到 C 我国实行左侧通行 我国咱们使用的是什么 咱们使用的是右侧通行 D 左侧为慢车到 真好说法了 左侧是快速车到 所以这题是A D400T 如图所示 在前方路口可以掉头 前方是什么路口呢 前方看标志 是一个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 这是不能掉头的 所以这个说法是错的 好 这次咱们就说了30道题 说到第400题 然后大家看科目1的相关讲解 欢迎关注田勇频道 或者加我的QQ87389060 而且我也专门对科目1 1311道题通 比较难点容易错的题 专门做了一期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